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新金融在裡面 要起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甚至是主導性的作用 但這就同時 其實我們研究了過去 世界那麼多的灣區 其實有幾個 一個是城市群 單級城市群 紐約 香港 舊金山等等 另外是生活圈 另外是城市群 但從城市群到灣區 這個跨越不太容易 所以希望大灣區的規劃 剛要出來之後 大灣區真正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與此同時有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中國的外匯儲備 現在又升了120億美元 這個三連升 而且按照上個月的統計數據 已經正式達到了308億美元 後面還有很多小數點了 所以中國外匯儲備美元升了 就說明中國經濟 包括資金外流等等 基本上穩住了 我們對中國經濟有信心 所以會繼續往上升 當然升得太多也不好 有一陣子升到了38 將近4萬億美元 我們也很擔心 保值在3萬到3萬2千億美元左右 而且不用去動用外匯儲備 去阻止資金外流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中國經濟平衡點 同一同時按照香港新報的報導說 國務院也稱商業銀行 要多渠道來補資本 你看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輪資措施 但與此同時大家一方面 一隻眼睛看了中美的貿易談判 另一隻眼睛還關心了 今年上半年開始的 中國的很多的經濟問題 所以按照香港經濟的報導說 內地的經濟承受的壓力 今年的GDP有可能會嚇死到6% 其實6%也不是問題 你看看如果未來有的15到20年 長期中國經濟能夠在高質量的基礎上 高數字的基礎上維持一個5%到6的經濟增長 那已經了不起了 所以經濟參考報 內地的經濟參考報是說 中國經濟將依然行穩致遠 於是